大家好,我是青青 欢迎和青青一起收看时空间最强忍决赛 左边是统神选手,右边是镜面 这是老对手 他们两个经常在决赛中相遇 他们的战力也有一点差距 就是镜面比较占优势 统神25万,镜面29万 第二回合开始 镜面选手的右神的凹一被打断 也就是说统神这边的一号位是快过对方的 这边凤主刷新 又神又用出了奥义,混乱了神男 这个控的让人很无奈 不知道这边统神的凹主是不是霸体 刚才没注意看 不是 那就对了 那就是以后 金鸣的奥义就会一直打这个凹主 如果他搬奥义的话就硬吃 然后神男就是一直用右神控制他的神男 应该是这种思路 然后自己有有什么奥义就放什么奥义 应该就稳赢了 老子的奥义输出是非常高的 看一眼 果然是很强 这样唯一可以出现意外的情况就是控制失败 但是镜面这边的战力比较高 我相信应该这种概率很小了 这个金鸣的奥义又是打向了吐乳 等下在后手控一下神男 然后就没什么关系了 后手控下神男 然后下个威和金鸣还继续奥义吐乳 就这样走这样的循环就可以了 然后下下一次右神没奥义的时候 风主已经可以刷新了 风主刷新了之后又可以继续控 这次右神为什么刚才没有控神男呢 刷新了 好听 明神的奥义 好痛 又是打向了吐乳 哇 这个好帅啊 这是右神的奥义 触发了三十年 老子的三十年 猜一下 右神还没有倒 但是血已经很低了 还没有倒 被分身打死 然后第二局开始了 统神这边并没有更换阵容 镜面这边换上了暴走名妈 暴走名妈的奥义是可以压制免疫 也就是说如果他对诱神用奥义的话 诱神就一个回合之内 就是破除他的免疫状态 这边风主采用了吹风流 可是这样他能够触发到三十连镜 差一下到三十 名人奥义 这下肯定是可以到三十的 这一套帘也是很强 神男的抗性不行 所以捡血捡到很厉害 打向了老子 作用不是很大 明妈奥义 右神现在不是每一状态 中了麻痹 土主开二次服务 效果应该也不会太好 神男两次都没有造成导致 这回土主带的是霸体 这回金鸣没办法追着土主打 神男果然是被烧死了 明人奥义 都是霸体啊 没有他打 居然打了 没有霸体的狗 这个爱狗人士该有意见了 这局好像比上一局持续的时间还要短 应该是很快就会结束了 这个名人的奥义 绝对可以触发三十连 一个三十连 土主在一丝丝血的时候放出了奥义 这样右神可以打两次 土主倒架 鸣娜奥义右神 破了他的免疫 他被金鸣给点燃了 鸣娜奥义 看右神能顶得住吗 还真顶住了 可是还是被金鸣的普攻打死了 第三局开始 统神没有共患之容 镜面这边换上了神男 抗星九都以及鲨鱼 鲨鱼开了解解 这一局会结束的更快 因为这一局镜面有了这个神男 神男 神男在有查克拉的情况下 那家伙 一下子就可以 这一下 看一下这个伤害了 哇 太猛了 这回土主没有在霸击 有人想控制神男还失败了 这边神男奥义还被九都打断了 这下个回合就结束了 下个回合神男再奥义一次 我们提前恭喜镜面选手获得冠军 也恭喜 武神获得亚军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